有着悠久历史发展的大甲 可谓是台湾中部信仰文化的发展中心 但在观光文化 消费生活 物产特色等方面也毫不逊色 在这片淳朴土地上上演过不同产业兴衰与景色变迁 因为过去历史的演变之后 它大概就分为四个乡镇 这四个区里面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大甲就从正能工为主来拓散出来 过去的大甲是比较属于一个农业的时代 这个是从过去的大甲 到也变现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大甲 观光 艺术 文化 宗教等等的一个大甲 从现今存留下来的古籍文物 使我们能够得知从前人生活的模样 这些历经时间与岁月所堆积出来的文化古物 与历史建筹 深具使人着明的高度文化内涵 而现在的大甲 不但已具有现代化都市的样貌 同时仍保有别具古味的各种文化遗址 并列入十大观光小城之一 成为极具发展前例的观光小城 让更多游客可以再次享受不同的深度之旅 体验大甲城的美好风情 目前的大甲它是各方面的发展 包括我们的文化的发展 宗教信仰的一个发展 还有我们的特色 包括一些产销令朝 以及我们的这个柏仔的一个发展 让大甲都可以获选为十大观光小城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一线养文化与古籍文物文明全台的大甲 有着两百多年历史且文明全台的马祖庙 大甲镇兰宫 周年香火鼎盛 信徒络绎不绝 加上每年农历三月举办的绕境活动 也是世界级的宗教盛事 吸引许多民众共襄盛举 还有市籍古籍林氏真孝方 是为表彰林春娘之真孝而建立 而另一座市籍古籍文昌祠 又称孔子庙 复古的敏式建筑风格 让人抒发怀骨之情 这些都是大甲最具信仰文化的代表 信仰文化的话 除了我们的郑南共以外 还有我们的文昌祠 这是一个供奉着我们的文昌帝君 还有自身仙师孔子很多人来朝拜 那另外我们还有郑杰骂 除了丰富的信仰文化景点 大甲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使产出的芋头松软香Q 品质居全台之贯 让大甲成为台湾芋头产业的代名词 而当地与芋头相关的糕饼 美食等也都蓬勃发展 为大甲区更添多元新风貌 另外还有大甲出产的草帽 草席有着优良的品质及编织技术 保存了传统工艺技术与文化 借着人文与艺术的编织工艺 带动了大甲整个人文观光产业 大甲知名的特产 除了我们的所谓的高饼以外 就是我们的芋娃非常地有名 那大甲育真心 这个在我们台湾是产出非常有名的 那当然我们还有生产我们的令草 也就是我们的草帽 还有我们的草席的部分 在全台是数一数二的 大甲的观光商区 是以镇兰宫为中心向外发展 除了大甲妈祖的宗教文化信仰外 以聚集奶油酥饼 芋头酥或令草帽席等特产魅力 使人潮络绎不绝地穿梭其中 借由宗教信仰 当地特产与历史古迹的连结 更带动周边高饼叶的兴起 提供游客便利的消费环境 加上临近大甲火车站 形塑出专属于大甲的商圈文化特色 大甲商圈它大概是以正南宫为中心 所散发出来的 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商圈能够涵盖的 以蒋公路跟顺天路还有正南街为主 透过一个比如说徒步区的一个概念 正南宫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文昌池也好 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我们的乡亲跟公所这边 一同来配合一同来共同努力 来打造整个大甲把它推向国际的舞台 大甲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我们希望把它建构更美更好更佳的一个状况 让这个大甲的名号更响更亮 伴随着宗教文化与观光产业的开枝散叶 大甲正展现它的独特内涵 大甲虽然已是国人观光旅游圣地 仍不断求进步 未来将设置专属商圈徒步区 结合各区铁马征用道等规划 要让每个人每次造访大甲 都有不同的新鲜与感动 也让十大观光小城的美名更加名服其时